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很多人可能会问 第一阶段已经签字了 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之前的贸易战正是开始停火了呢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复杂 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任何事物都有好的和坏的方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好的 首先这个协议虽然它目前的上表面上来看 是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它对于中美在过去18个月以来的争议 目前是以一个暂时告一段落为终止 那么对于两国来说呢 这其实都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都是一种胜利 只是胜利的定义各自有所不同 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将承诺在未来的两年内 每年购买2000亿美元的商品 2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 是等于14000亿人民币 除以中国14亿人口 也就是说每个中国人平均 每个家庭在明后两年 需要购买价值1000元人民币的美国商品 换句话说呢 美国商品几乎来说就会进入到大部分的家庭 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很恐怖 那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呢 中国的商品在过去20年 早已进入到美国家庭中 从普通的玩具到衣服到简单的家具 到这个电视机日用品等等 基本来说都是中国制造 那美国的产品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呢 除了微软的电脑 苹果的手机 这个还是出口转内销 那其他来说呢就是麦当劳 麦当劳今年还被换名成金拱门 已经成了国产品牌 那剩下的美国品牌呢 可能就是星巴克 再加上我想得到的是耐克 球鞋 球鞋说不定还是中国产的 所以说你说要是美国进口的产品到中国 可能我想得到的也就是美国的牛排 还有是美国的龙虾 龙虾加拿大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其实想来想去呢 是目前是中国的商品 占据着美国家庭的生活 但是其实美国的商品并没有很多 进入到中国市场 所以说呢 其实每个家庭明后两年将会购买到 或者平摊到大约1000元人民币的美国产品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夸张 咱们说白了 这个1000元人民币 其实呢 可能也就是一张桌子 两件衣服等等等等 并不是这个天大的数字 那么其实呢 对于中国来说 为什么说它也是一种胜利呢 它其实并不是一种 纯粹的经济上的胜利 更多的是对于资本市场信心的帮助 我们知道整一个市场 包括股市和债券市场呢 其实最大的说法 它的上涨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对于未来的信心 因为很多时候股价 它表示的并不是过去 并不是现在 而是投资者或者股民 对于未来的公司定价的一个判断 所以中美的关系 换句话说 美国对于中国资本市场 比如说股市 比如说国债市场来说 都是举足轻重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然中国现在GDP是全世界第二 但是目前国际货币 依然是以美元为主 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经济 开始全面的压制 那么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 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所以说目前中美的战时性停火 包括现在呢 中国这个承诺 每年购买2000亿美金 加上开放金融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 那么美国方面呢 这个应该说在资本市场 将会对中国不会像过去这么严厉 所以说中国的股市 中国的和其他的一些资本流通市场来说的话 在这个协议签字之后 预计将会有很大的提振 所以说我们总结来看呢 其实这份协议 咱们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个这个 以市场换信心的这么一份协议 美国毫无疑问 每年可以收获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款 货款 那么中国呢 当然也可以购买很多美国的产品 同时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和保护知识产权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也许将会有更多选择不同商品的这个条件和权利 所以说这份协议呢 但是毫无疑问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它仅仅是第一阶段协议 未来第二阶段 能否顺利实施或者说顺利签字 目前还不能确定 所以说现在仅仅是双方暂时停下了贸易战 不能说贸易战已经全部结束 但是这对于目前圣诞节之前 金融市场来说 毫无疑问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然后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这则消息对于澳洲的投资者有什么帮助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目前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 对于澳洲来说是第一大 也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虽然澳洲努力想转型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 之前的矿业太大 加上金融业目前呢 也占据着澳洲的股市里第一板块 因此你说澳洲要快速摆脱 中国的经济依靠 那是应该说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 因此它和中国的经济 就形成了一个绑定的关系 中国经济好 或者说对于中国经济 经济未来预期好 澳洲也会好 所以说每一次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 受伤呢有的时候呢对于也是和中国经济非常密切的 这个比如说是澳洲 比如说是加拿大等等 那么在未来 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贸易战并不是完全的停火 但是至少是在12 6到12个月之内 中美之间呢应该说在谈第二阶段协议 这个最终结果之前是不会再有太大的贸易冲突 所以这一段时期对于澳洲的股市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空窗期 或者说是一个贸易纠纷的空窗期 那么加上澳洲自己目前的减税政策 不是减税是降息政策 还没有完全结束 明年预计还要降息一至两次 因此股市有很大的概率 在未来的6到12个月 应该说保守一些说到明年6月底之前 我认为还将保持强劲走势 这对于我们零售投资者来说 尤其是在矿业和金融板块来说 那将会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和8658-0603 或者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线咨询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